这个师长下部队蹲点 直接住进了士兵宿舍 跟士兵们同吃同住 给我安排一个战士宿舍 战士的宿舍人多又吵 怕你休息过 我来就是来了解战士情况 不是来了养 就这么定了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 举班长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二班的普通一兵 就归你举班长领导 这个铺我正好空着 就委屈师长住在周大圈下铺吧 可战士们哪见过这样的师长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 都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 生怕影响到师长睡觉 这一点住在师长上部的周大壮 是最有体会的 来自农村的周大壮 睡觉时有些小毛病 这下师长来了 他就失眠了 一晚上没睡 就在门口直搬站岗 以至于白天训练的时候失误连连 师长得知这件事以后 就让他放松 没必要害怕 因为他睡觉也打呼噜 而且比周大壮还想 我打呼噜比他打的还想 他打呼噜像马达吧 我打呼噜像打雷 不信今天晚上你们听听 我跟周大壮来个二重奏 看看我们俩谁打的想 到了晚上的时候 宿舍里就出现了 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查看 粤军发现周大壮这小伙子真不错 就打算调到身边当公务员 而这还需要一个手续 粤军还有事 就先离开了二营 当粤军走了以后 周大壮在粤军的床铺上 找到了一个录音机 他这才知道 原来师长并不打呼噜 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而放得录音 师长怕你晚上还不敢睡觉 想出这么个主意 你心里负担消除了 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这是你的呼噜声 连长 你咋不早告诉我呀 师长说了 我要献了命 他就处分我 我能说吗 这次下部队 粤军还了解到 二营六连的连长蒋开疆 是个优秀的人才 不仅军事素质过硬 而且作风十分优良 他的家里条件十分不好 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从食堂 往家里拿过一颗菜 还把连队工作干得是扎扎实实的 对于这样的干部 粤军就打算给予一些帮助 他将蒋开疆的妻子 给安置在了军人服务社 还给家里送去补助 总之 不能让这样的基层指战员 韩心 不仅军事务社